我拿你当这世上最重要的亲人 你不知道吗 那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复读没考好是怎么回事 去当兵是怎么回事 去当消防员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翟鸟知道 舅舅舅妈知道 救我不能知道啊 很多事情没有真相 也没法解释 好啊 就算你现在不想去 那你总得给我个理由 你为什么不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 嫂子 你没事吧 我哥不让我告诉你 就是怕你心里难受 他的枪伤是怎么回事啊 他的伤 就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的 好不容易 又没有还来的体感机会 又因为一个举报的电话 就全都毁了 至于那个拿举报电话的人 相信我不说 你也应该知道事情 我哥他在最难熬的时候 最绝望的时候 正趁他活下去的信念 就是你 是你们 摆通了体检报告 他颂严复不落榜的人 是你吗 在他要提拔之前 找人跟他起冲突 要是纠缠害他了 也是你吗 他给我写了十几封信 我一封也没收到 是不是也是你 是我哥 你就这么轻描淡写 那是一个人的命运和虔诚 你怎么能再毁掉我爱的人之后 还能这么无所谓啊 你说他配不上我 你有什么资格 做出那样的事情了 还以高贵自己 你不是女人 是你 你连说自己是一个好人 都配不上 我共识